我老家 这都是钱定的 他暂时住这儿 什么意思 实话跟你说吧 我和钱满多离了 钱倩跟他爸 现在他们那边出了点事 他奶 他爸带着他 得暂时住在我们这儿 你也离婚了 离了好多年了 这我还真没想到 不过小元跟钱进都不小了 再说他们也没有血缘关系 住一个屋不太好啊 咋会住一屋呢 小元为了他弟 暂时搬到学校宿舍去住了 这样啊 都怪我 让小元在单亲家庭长大 从小就失去了母爱 现在 家里连他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怨你 我是怨我自己 我整天住别墅 穿名牌 出入高级场所 却让我自己的女儿 在乡下受委屈 委屈不委屈的 得看她自己砸想了 乡下可能事不如城里 那么富裕那么繁华 但是乡下的生活自由自在 而且安定踏实 对了 小元有男朋友了吗 有 回头让她自己跟你说吧 夏啊 那候车肉我一下锅了 一会儿你看点火啊 好关的 我先回去了 正好我也要走了 一起吧 那我先走了 走吧 嗯 山果 你介意陪我走走吗 走吧 我看 你跟三好关系好像挺近的 你经常来她家啊 我俩都出好一年了 就差领证了 开什么玩笑 没开玩笑 前面都是离婚的 离婚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等有十多年了吧 离婚了她俩还能住一块 她们儿 要我说啊 你这人还跟以前一样 谁说什么你都信 这说好听点啊 你是人老实实在 这说不好听啊 就是傻缺心痒 你想错了 我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是珍惜喜欢三好 就想和她在一起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她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我这都跟你说了 烦点还忙 我走吧 杜市长 要回去了吗 先不回去 我还想去看个我女儿 好 好 好 来 这 看我 您好 您好 请问 您是小元吗 我是 您是 学生家长吧 我是 你妈 马三好的好朋友 你好 阿姨 不好意思啊 我没见过您 阿姨 您坐 您坐 好 您找我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 对了 这些都是给你的 阿姨 这个我可不能要 您太客气了 还听我的你就收下吧 这怎么行呢 我们第一次见面 您还是拿回去吧 这是我的一片心意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跟你妈呀 是多年的好姐妹 还记得 你小时候 在这么一点大的时候 我天天抱着你 一转眼 都长这么大了 跟小时候 一个样 小时候啊 你那一对大眼睛呢 就忽善忽善的 可招儿稀罕了 那时候啊 我就像你 亲妈一样 阿姨 不好意思 这边我还得上课去呢 那好 对了 小元 小元 那个 我觉得 你这条件也不太好 你有没有打算 想出国深造 或者想进城换个工作 我可以帮你 不用了阿姨 我现在挺喜欢 我的工作的 你也先别急着做决定 这样吧 你再好好想想 如果你有需要啊 你随时都可以找我 好 好 那行 那你先忙啊 我走了 好 我送你阿姨 不用了不用了 我走了 您慢走 嗯 小元姐 那女的找你干什么呀 就那骗子 不是啥骗子 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啊 就刚才那女的 跟你说话那个 她就是什么 社会公司的董事长 她说她自己也是被骗的 还说要把被骗的钱 还给乡亲们呢 那 那按照你这么说 她也不是骗子 那还好说呢 那兴许她们就是一伙的 事情败露了才这么说呢 这 她这 这找你干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啊 她就说是我妈的好朋友 说从小就认识 还说包括我 这站呢 这家真是大变样了啊 姑 谁是你姑啊 搁哪儿了你这亲戚呢 不是 那嫂子你咋来了呢 谁是你嫂子 那什么 我没什么事 我就来看看 都挺好的吧 好着呢 用不着你 操心你 那啥 嫂 那个王董事长 那天呢我第一眼看着你 吓我一跳 不是 你真要还我钱呢 还要跟我做投资 那当然了 我来啊就是为这事了 那太好了 那咱们投资那是 哎呀 咋这么多话呢 吃饭还堵不上你的嘴 还吃不吃了 妈 你那崔芬姐是客人 再说了 这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崔芬姐 那你又结婚没呀 有没有孩子 结了 又离了 孩子嘛 有一个女儿 离婚都离上眼了 对了 对了 为什么那个 上果没在家呀 她在饭店吃完了再回来 她呀就愿意吃我 三后姐做的饭 那嘴呀可丢了 就我做这玩意她都白吃 她有人疼啊 男人嘛 谁不喜欢过家的女人呢 那有的女人呢 在外面挺能干 却不知道男人喜欢啥 所以才姐一次离一次 那个 那个崔芬姐 你说没吃呢 你哥在这儿吃点吧 有 人家可不稀罕咱家的饭菜 是吗 你是大盲人 我们就不留你了 那行 那你们就先吃啊 正好我也有事了 不要忙 那我就先走了啊 好好好 妈 妈 你看这 这给拿来啥呀干嘛 看呢就 妈这干啥呢你 你看 妈 她现在都是大老板了 就是 我也太不给她面子了 我没拿扫数空出去 我就是给她留面子了 当初她对你哥啥样啊 说走就走 说离就离 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拦都拦不住 什么玩意你 我看她这次啊 又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安好心 也是啊 你说她忽然那么好 咋说回去回来了呢 而且就突然就来咱家了 她这到底啥意思啊 她不是又打我哥主意吧 我可得给我三伙姐提个醒去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多事 还有你 刘成功 她爱有钱没钱 跟咱有啥关系啊 以后少搭了她 不是我不是 吃饭 您找 我在这个村里 还真逞外人 除了冷着脸来讨债的 就是虚情假意的奉承 没有一个是念旧情的 那您是打算 放弃投资计划吗 不 这件事情还需要做下去 那董事会那边怎么办 我会处理的 你不用担心 可是董事长 好了 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这都不是事 目前最重要的 就是小元的事情 别忘了 我是为什么回来的 调查的事情你抓紧点啊 随时向我汇报 是 好 好 你咋来了 我来了好几回 都没见着你 是不 今天做了几样你爱吃的菜 才来碰碰玉气 我看这个 灰菜炖肉 还炸小银鱼 还有这个煎饼 都是你爱吃的 快 吃了啊 小元 是妈不好 我不是个好妈妈 你原谅妈好吗 妈 妈 你别说这话 其实我刚开始知道 这件事的时候 我是接受不了 但是我冷静下来一想 我也想不到 不管你有没有错 都没有对不起我 你生了我 还一个人把我抚养他 你为我放弃了太多了 在自己的幸福和我之间 你选择了我 你还那么疼我 妈 是我不懂事 我不应该跟你发脾气 你妈妈 傻丫头 不哭不哭啊 我爸 我奶 我都错怪他们了 我知道他们有权利不喜欢我 但是他们没有 即便我在冷漠地对他的时候 我爸还是那么努力地 做一个父亲 妈 我知道 我对不起他 你爸是一直把你当成他自己的亲闺女 就算是我跟他离婚了 他也从来都没有觉得你不是他的闺女 妈 我知道 我以后肯定孝顺他们 是什么 小元 你想不想知道 我不想知道 妈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我好不容易把心里的乱码理清楚 你让我缓一缓行吗 好好好 不说了不说了 啥都不说了 吃饭吧 姐妹 对了吗 那个王翠芬 真的是你的好姐妹吗 她说她还在我们村住过 是啊 没有 我就是 就是不是很喜欢她 她老来找我 我就觉得她这个人嘛 就是挺势力的 在咱们村人面前 整得像救世主似的 她也不想想 要不是因为她 咱们村人能被骗吗 反正我不喜欢她 妈 你咋了 我说她不好你不高兴啊 不是 小元啊 看人啊不能只看一面 其实你跟她多接触接触 你会发现她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来 吃饭吧啊 多吃点 哎呀 这磨太脏了 把它刷干净了 嗯 咱把这咱的豆子辣了 那土家做那豆腐多好吃啊 是 那豆浆出来也浓了 再加点水 来 好啊 爸 你这 手机这么帅干啥去啊 别会去 不许去 去找小元吧 不许去 不是 咋去了吗 爸我爸今天咋去了这是 谁咋去了 你俩出对象我不同意 啥 因为啥呀 妈 是不还因为 以前我跟小元分手的事生气呢 你那事不赖小元 是我误会她了 我俩已经和好了 妈 我好不容易才盼着她回心转意 你就别跟我闹啊 行吗 妈 谁跟你闹着 我说不许去就不许去 这孩子怎么这么磨叽呢 那你总得有个理由吧 要我没法理解啊 思雅 那钱小元不是钱满座的亲戒业 他亲爹是谁都不知道 你娶着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丫头当媳妇 你这一辈子不让人出几张活 我们老孙家的脸往哪儿割呀 妈 你说啥呢呀 人钱小元就是钱小元 跟她爸是谁有啥关系啊 再说了 你第一天认识她呀 啥叫来历不明啊 以后可别说这话了 让三好婶和小元听着 她得多伤心哪 应该伤心的是我啊 你以为你捞着个好媳妇呢 这马三好 平时瞅着挺老实的 咋能干出这种事呢 怀着别人的孩子 跟钱满多结婚 怪不得是钱满多在外头找女人呢 我告诉你 孙杨 她妈不正经 她那女儿也好不哪儿去 你俩出对象我不同意 妈 妈 你瞅瞅你这话说的 你咋能那么说小元和三好婶啊 听你妈的 不是 你俩咋翻脸不认人呢 人三好婶一次一次 帮咱渡过难关 要不是她劝大家伙 我公司早黄了 还得欠一屁股债 我师父管在要地的时候 也是她拦下来的 不是 现在人家有难了 你俩不但不帮忙 还落井下石 不是 你们好意思吗 那这事都是她做出来的 又不是我们造谣的 那些闲言碎语我不想听 三好婶啥样小元啥样 我比谁心理都清楚 我告诉你们啊 以后别在我面前说人家坏话 孙杨 孙杨 他妈 你说这孩子这俊脾气一上来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你说我也没办法 咱家确实欠三好的人情 孙杨说得也没错 那欠人人情咱还还不行啊 那咱也不能害了自己儿子 行 三好那段事咱不说 那你说那小元前些日子 跟那个男的那是咋回事 这还没一结婚你就朝三暮四了 那结了婚以后呢 日子过得也不踏实 那你说咋办 不行 我得给孙杨再相遇那情事 你们俩这咋突然关心起我们家二男来了 是 我们家二男呢 长得也漂亮 幸福也好 还是大学生 那眼眶可高了 说不定将来得找个成立的 李主任 这成立的也不见得就好 现在出对象 那讲究的是情投意合 你看你家二男跟我们家孙杨 在一块儿搞失礼 那他俩多合适啊 这就有共同语言 对对对对 关键是般配 对对 你们俩是不是来笑伙我们二男 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呀 那孙杨和钱小元的事 那谁不知道啊 虽然这俩孩子前一段闹矛盾 现在一合好 那又跟蜜条油似的了 大伙都看着呢 你俩这么一说 是不是想拿我们家二男 当备胎呀 李主任瞅你这话说的 那想当初的时候吧 咱不是心思高攀不上你家吗 那既然二男喜欢咱家孙杨 那不是咱几世修来的福气呀 咱哪能不识抬聚呢 这这这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呀 对呀 那孙杨和小元的事咋办呢 他家的事你还不知道啊 那谁能娶小元当儿媳妇呢 对不 那倒是 这小元亲爹都不知道是谁 那妈又是那个德性 真要嫁到你们家呀 你们家也不得安生 你说得太对了 关键那个孩子吧 他心太野 那过日子他也不踏实 你知道吧 说得也是 可是你们俩是这么想的 那孙杨咋想的呀 我看那孙杨 对小元那是挺用情的 你说这要是和我们家二男好 那我们二男 我可不想让他受委屈 李主任哪 这有眼前的谁看不出来呀 你说你家二男 哪点不比小元强啊 论这个模样 性格 品性 学历 那小元能跟他比吗 猜者说了 你家是啥家庭啊 哪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啊 那谁好谁坏 我妈还能分不清啊 那个孙杨心里也有数 对 是 这谁的根随谁 你说这马三好的闺女 她能好到哪儿去呀 将来呀 说不定在外边给你闯啥祸回来呢 今天你就将就将就 等哪天有时间 我给你包饺子 这还叫姜诺啊 能吃到我家小元的私房凉拌面 那多幸福啊 你呀 就是嘴甜 逛两天放假了 咱们出去玩玩呗 行啊 你说去哪儿 我想去的地方 你肯定也想去 哪儿啊 你说呀 民政局 疼啊 出去玩 尝尝吧 它好不好吃 你先尝尝 喂 高翔妈妈呀 喂 高翔妈妈呀 喂 阿姨你好 好好好 那我一有时间我就过去 哎哎 阿姨再见 你生气了 你生气了 我跟她真没啥 我那天咋拒绝她的 你也不是没看见 孙杨 这事就是你小心眼 还一直误会你 哎呀 我就是担心她 她要真有个好歹的话 我不是于心不忍吗 你看 你就让我去看看她呗 我好跟她说清楚 她毕竟是前进从小 最好的朋友 我一直都把她当弟弟看 我都不忍耐了 孙杨 你行啊 你非得这样是吧 行 就你这样 仙儿小的跟真别儿似的 还能容下我 你成心的吗你 是成心的 谁让你想去那个 惦记你的那个男人家呢 我也让你着着急 好 我让你今天一口面条都不能吃 别别别 不行不行 那多浪费呀 你们家孙杨跟大安有点趋异 他俩不般配 是呀 郑主任 郑主任 这两口子这么闲着 那个给二男提琴累了 是 我们是有这个意思 不是有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家就这俩闺女 这一男已经出嫁了 二男呢 我们准备这个 招上门女婿呢 这这 主任真会开玩笑 我家就一个儿子 招上门女婿 让人看着 这不叫什么 倒 倒插门吗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李主任 郑主任 咱别提什么倒插门不到插门的 你们不就是想要个姓郑的孙子吗 你的这个决定啊 我觉得特别好 我坚决支持你 那你必须得支持我 语书外的资料我这里都有 回头我拿给你 你要是哪儿看不懂你就找我 我再单独补导你 好 谢谢郑老师 你要是考上了啊 这功劳一半是不是都是我的 我要是考上了 那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 跟我没关系 静瞎说你 好不好 现在可以生二胎了呀 对对对 那他们两个人生两个孩子 老二归你们老正经 那不就完了吗 多简单那事啊 对吗 大 妈 回来了 二男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你们刚才说啥呢 谁要生二胎 还能有谁 我哥跟你姐呗 他俩有了 还说不定 二男 你孙叔问孙婶 来给你提亲来了 这回你满意了吧 谁跟谁提亲 你和孙杨啊 啥 你们开啥玩笑呢 二男 没跟你开玩笑 给婶子当儿媳妇 你乐意不 不 这是孙杨的意思吗 一边跟我姐约会 现在一边又跟二男提亲 别胡说 这咋可能 二男呢 妈以为你得高兴 得蹦起来 就是啊 这咋的 不喜欢孙杨了 二男 沈子今天来 就是提亲来的 你想不想嫁给你孙杨哥呀 赵二男 他不想 前进啊 你来干啥来了 这有你啥事啊 就是啊 现在 郑二男是我的女朋友 啥 啥 啥 我说 她是我的女朋友 二男呢 咋回事啊 怎么回事 快跑 弟兄 走 你们站住 咋回事啊 这边啊 这边 吹高一点 行 一会儿把这边也给我吹起来 这个地方 对 跟这个地方吹高点 对对对对 行啊 老公 我这个接码的地方算 一会儿帮我按一下啊 干嘛 干嘛呢 别打你 别打你 我回来 打起来 别打 不是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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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妈你看 追股机跟你妹呢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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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这是 快 别打 别打 这咋的了 不要 郑主人俩狗干啥呢 这是 我打前面啊 别打 别打 你听我的解释啊 不是 陈姐 咋回事 你回来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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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打前面 你老孙了狗跟仓中了 你 不知道啊 别打 你看啥看的 你赶快上三号姐家报信去 我去饭店啊 报啥呀 打起来还不报 你快点 可以吗 慢 看电呢 来 向远 孙阳哥 咋了 前进 被挣住这两口子 还有你妈你爸 正追着跑呢 不知道咋了 像要杀人似的 你们快去看看呢 没事 哥没事 你们站住 快快快快 别打着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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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 就你这样的 你还想娶二男呢 你说你咋样 咱不说 就冲你爸妈 死活我都不能承认 你说我 你说我行 你说我爸妈干吗呀 我爸妈咋的 你爸妈咋的了 你好意思问我 都不好意思说 全村人 谁不知道你爸妈 是啥人哪 再说了 你有啥资格娶我们呢 我告诉你 我怕她嫁过去 让别人嚼舌根子 是啊 你说你有什么 要工作没工作 你爸现在这种状况 你有什么资格娶我女儿 有什么资格 你凭啥看不起我孙子呀 就你那闺女呀 也不比别人好哪去 成天跟那男人屁股后面追 全村人都知道 他是被男人给甩了 不是 你说谁 妈 这 这话稍微 妈 你说的稍微有点过 但是呢 我觉得你们两口子说的话 也不太合适 我知道我钱蛮多 现在啥也不是 但是我确实在准备东山再起 是不是 政大主任 我也请求你 别拿我的事 影射到我儿子身上 钱进他是个孩子 是吧 别的方面我不敢说 在感情方面 我绝对保证 他非常专一 他只要看好了二男 绝对不会变 好 钱宛多 你这话怎么说 这么好听的 爸 这本身就是他 就是他 他们今天穿套孙杨 娶二男 还去挣家妻亲去了 他们这明摆着就是欺负我姐 我儿子娶谁 那是我们家的事 你管得着吗 就是啊 我就是娶谁 也不能娶你家小元 妈 爸 师父 三好婶 既然今天闹成这样了 那我和小元 索性就当着大伙的面 把这事给定下来 小元 本来应该有鲜花和戒指的 但我等不了了 我去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的天哪 儿子 儿子都咋悟了 你咋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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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咋悟了 我又是干啥鬼心事 四杨 四杨 你要是敢把这个 连今天是谁都不知道的 野儿都娶回家 我 我 我就撕给你看 妈 你说啥呢 姐 姐 小元 小元 四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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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悟了 四杨 你说得太过分了 小元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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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元 小元 你等等我 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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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小范儿 对不起 对不起 小范儿 对不起 对不起 小范儿 都是我的错 你有啥错呀 干吗一直跟我说对不起 可我妈她 我不管别人说啥 我前小范儿都没有错 我妈更没有错 对于我来说 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无论别人说什么 我都要过得比谁都好 给那些等着看我笑话的人 瞧瞧 小范儿 你变得 你变得更坚强 更豁达 孙杨 只要你爱我 我就没什么可怕的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爸妈接受我的 你爸 你把我给放开了吗 我也不是犯人的 犯人的 犯人这 丢人现眼还不够啊 我今天我不打你我今天 我今天 爸 你爸 干啥呀这是 都这么大了 说打就打呀 不懂事你就劝劝他呗 都是你俩惹的 这我俩又咋的了 伤害老伤机乌龟呢 你俩带着好头啊 跟就学 翅膀又就想飞 看见你俩我就心烦 走走走 都走吧 咋说轰就轰哪 行走 以后让我回来我都不回 走啊 让你走呢 妈 妈 那我们先走了啊 走走走走走走 走 爸 你说你这是干啥呀 我和我姐做啥错事了 这么不找你代谢 我俩犯什么错了 不就谈个恋爱吗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你还说啥呀你 赶快上屋吧你 你俩思想太落后 简直就是老封建 一而再再而三干涉女儿的 恋爱自由 普法会啊全白开了 你们这就是知法犯法 我管我自己孩子犯什么法犯法 有本事你给你解决 再告我一次去 这这这成冤家了这是 怎么偏偏就是 马三好的儿子呢 上辈子和马三好 真是结冤家了 气死我了 你一个不学无数的小混混 他也配 他也配 没事儿闲的是吧 该干啥干啥去 来 坐下来 坐下来 慢点儿 你看看 孙子 你和老郑家二丫头的事 那是啥说好上的 妈 你现在说这个有点晚了 前进眼啊 你的感情问题呢 老爸按道理说不应该干涉 但是这个事我真想说两句 二男这孩子我看挺好 我对二男没意见 可是二男的爸妈那不行 你看看这一对实地眼 咱们且不说人家同不同意 咱两家这么的亲事 就算同意了 你那日子也不好过 叔叔 是啊 满足啊 过去啊你跟那丁旺 都是师兄弟 跟他好好说说呗 丁旺又不是那不将你的人 是 师父啊 有钱那时候是师兄弟 爹 你咋又替丁旺说话了呢 那丁旺娶了老主任的姑娘 现在又当上代理主任了 他还能 还能瞧得起谁呀 那眼睛已经往上瞅了 前进啊 我说话你并不信 你金龙哥就是个前扯之鉴 知道不 我看我金龙哥和嫂子过得挺好的 好个屁啊 他就是个气管炎 前进啊 你要是娶了二男呢 将来你的孩子 没准都得姓郑 姓郑就姓郑呗 我又不在乎这 孙子 那可不成啊 我就你这么一个孙子 凭啥老前妻的总姓郑啊 这我也不同意 不行啊 我也不同意 对啊 我本人也不олог時 倾字箱不放er 青眼的沧桑 水里飘着 爱是那个月亮 冷暖岁月 从景边溜走 爱汉里已经满多少惆怅 爱偷望月亮 一头思绪长 怎能留住你笑里的花香 如今的月亮 在心眼里在心上 多少苦涩都散成了星光 多少夜晚都和月亮 相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